欢迎并感谢大家今晚加入我们的网上研讨会 我是青年会美国人倡导的主任陈杰林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会面 在过去的几年中青年会一直在推动公民参与 作为帮助人们加强和社区紧密联系的一种方式 2021年的选举将对纽约市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青年会致力于帮助我们的社区做好参与的准备 值得信赖的无党派信息 对于帮助纽约人兴使你们的投票权至关重要 近年来初选对决定谁在纽约市任职的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纽约现在在许多的初选和特别选举中都使用优先排序投票 我们的初选将于6月22日举行 从6月12日到6月20日进行早期投票 我们希望选民能够了解情况并为此做好准备 为了告诉大家有关优先排序投票的所有信息 我们有来自纽约市优先投票局的Erika 傅宇童小姐 该组织成立于2019年 旨在将优先排序投票带进纽约市 该组织现在专注于教育选民 候选人和社区团体 让他们了解我们在2021年发生的地方选举的变化 优先投票局目前正在和青年会合作 开展五个不同的网上研讨会 其中包括了三种不同的语言 让大家来了解关于优先排序投票制 是如何运作的 Erika非常感谢今天您的到来 我鼓励大家在听Erika演讲的时候 能够使用问答功能来提交你想要提问的问题 欢迎大家使用中文提问 在演讲结束后Erika将一一地解答您的疑问 谢谢杰林 大家好我是Erika Foo 我是Rank the Vote NYC其中的教育组织者 很高兴有此机会向大家介绍 纽约市最新的投票制度 希望大家对优先排序投票 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在对话框里发一条连接 请大家打开 是一个模拟选举 所以我们可以试着使用新的投票制度来投票 你不必填真的名字和电子邮件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会使用RCV来代替优先排序投票的说法 还有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在结束后上我们提出 我们会集中解答 首先我会解释纽约市为何有新选举制度 这是纽约市选举制度改革的大事年表 我简单的总结一下 在2009年有一项选举花费巨大 甚至投票率非常低 所以这就引发了辩论 许多组织市议员和选民支持纽约市改我们的选举制度 提出纽约市应该使用RCV 因此市政府的宣章修订委员决定把RCV法案纳入投票选举方法中 如果你们还记得在2019年选举中 RCV法案得到了很大的正向结果 共同75%的选票通过 通过以后 法律就制定2021年是首次使用RCV 为何改我们的投票制度 在目前的投票制度下 纽约市有公共配套资金计划 这个计划帮助候选人提供资金来竞选活动 此外纽约市的政客有任期限制 这两点就造成很多候选人参选公职职位 这是很好的现象 因为我们应该有多元化的候选人来竞选 但是问题在于 纽约市的投票制度 本来是按照多数票制 所以候选人只需要赢最多的选票 而不需要赢超过50%的选票 多数票制常常导致分票的情况 有些候选人只获得20%的选票 也就能当选 此外 多数票制常常导致第二论选举的情况 进行第二论选举花费昂贵 也浪费纳税人的钱 所以现在会有什么变化 所以从今年开始 在初选和特别选举中 所有的市纪公职职位会使用RCV 这些职位包括市长、市长、市议员、公共议政员和省纪长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事项我们需要注意 第一只是这些五个职位才会使用RCV 我们不会使用RCV来选总统、州议员、参议员、州议会、冲参议 只是市纪公职职位才会使用RCV 第二 RCV只在初选和特别选举中才会使用 所以我们不会在普选中使用RCV 只是在初选和特别选举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选最多五位候选人 而不只选一位 这就取消了多数票制 因为现在候选人需要得到超过50%的选票才能当选 这也取消了第二顿选举的情况 也省了纳税人的钱 这是一些重要的选举日期 所以初选是6月22日 注册投票的期限已经过了 但是还可以注册 但是不能在6月初选投票 你要等11月的普选才能投票 如果需要改地址 如果需要改地址 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改 我们也有提前投票 在6月11日开始提前投票 什么是RCV RCV就是排名选择投票 你第一选择是你最喜欢的候选人 这位候选人与你的价值观是最接近 以及你希望他当选 你第二选择是你的backup 是你的备选 幸亏的是 我们还有第三四五选择 也可以当我们的备选 简单的说 如果你最喜欢的候选人被淘汰 你还有第二三四五选择的候选人 也可以有机会获胜 现在请大家来观看这段视频 纽约人在市政选举中 有一种表达自己意愿的新方法 这是一种赋予投票人更多的选择权 以及产生更多赢家的投票方式 这种投票方式就是排名选择投票制 74%的纽约人公投选择在市长 公众利益倡导人 审计长 区长 市议会议员等 市府公职的初选和特殊选举中 采用排名选择投票制 而在普选或者州 或国家公职员员的选举中 还没有采用排名选择投票制 如果采用排名选择投票制 则在每个候选公职上 你都可以根据你的意愿 给最多五位候选人排名 排名选择投票制的运行规则如下 在你的选票中 你会看到每行列出的候选人 以及每列的候选人排名 请选择你的首选候选人 并将第一列下其姓名旁的 椭圆形空白涂满 正如以往 你仍然可以只投票给一位 你最喜欢的候选人 然后提交你的选票 当然 你可能会喜欢多个候选人 如果你有第二个候选人 则将第二列下其姓名旁的 椭圆形空白涂满 如果你有第三 第四和第五个候选人 请同样因此处理 几件不要做的事 不要将同一候选人排名多次 这样对他们没有任何帮助 反而会使你失去给其他候选人排名的机会 不要给多个候选人相同的排名 否则你的选票将会无效 别担心 排名选择投票制是一个全新的流程 你可以随时向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如果你操作失误 你可以重新填写一张选票 如果采用排名选择投票制 如何计算选票 如果候选人获得的首选投票数超过50% 那么此候选人就赢得了选举 就这么简单 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50%以上的首选投票数 那就将按轮次继续计票 每一轮中 得票数最少的候选人将遭淘汰 如果你的首选候选人遭淘汰 你的投票将转投给排名第二的候选人 这一个过程将一直持续 直到仅剩下两位候选人 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获胜 目前全国已有多个城市采用排名选择投票制 因为投票人发现在这种投票制下 他们可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现在轮到我们了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或者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请访问nyccfb.info.rcv 所以你的选票可能像这样 现在你可以在网上查你的模拟选票 我可以放在最后框里 所以我可以给你看 这是我的模拟选票 所以在我的地区就是我们的选票 所以需要记得的是 只是市纪公职主位才会使用rcv 所以市长 公共议政员 省纪长 然后后面有区长和市议员 所以需要记得的是 因为今年有很多候选人 尤其是在市长选举和有一些市议会的选区 所以你的选票不止一页 所以请不要忘记看前面和后面 所以这页我们可以看模拟选举的结果 来解释如何计算选票 所以这项选举有十位候选人 需要赢超过50%的选票才能获胜 所以需要至少赢341张票 所以我们看第一论的结果 所谓第一论相当于选举日的投票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任何候选人获得50%的选票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是要按论词继续计算选票 获得最少的 获得最少选票的候选人 beef noodle soup 他会被淘汰 这位候选人的24选民的票 就会转移到他们排名第二的候选人 所以在第二论之中 这些票被转移到他们排名第二的候选人 但是还是没有任何候选人得到50%的选票 所以我们要一直继续这个过程 直到有一位候选人获得50%的选票 Japanese ramen就是我们的获胜者 所以总而言之 如果在选举日 有一位候选人获得50%的选票 他就当选 这项选举不会进行论词计票 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候选人得到50%的选票 我们才会进行论词计票 每论词中的票数最少的候选人会被淘汰 然后他们的选民的票会转移到 他们排名第二第三等等的候选人 所以法律规定选举只能在选举日后 才能计算缺席选票 Mail-in ballots 由于疫情还是存在 很多选民会选择投缺席票 所有的缺席票被计算后 RCV的论词计票才会开始 然后选举局才能宣布获胜者 所以我们需要等两三个礼拜 才能知道谁当选 所以为何使用RCV 使用排名让选民有更多选择 更多发言权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最多排五位候选人 即使你最喜欢的候选人没有获胜 你的选票还是可以转移到 你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甚至第五的候选人 你的选票还有机会影响投票结果 此外我们不必担心帮助选出不支持的人 并且不必担心浪费我们的选票 最后排序候选人不会妨碍你最喜欢的候选人当选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些常见问题 所以第一我能给多少个候选人排序 你最多可以对五个候选人进行排序 我是否一定要填五个候选人吗 不如果你只对一位或几位候选人感兴趣 你可以只投给这些候选人 但是RCV的好处是即使你最喜欢的候选人被淘汰 没有当选你排第二第三等等的候选人 还可以有机会当选 所以如果你只排一个候选人 你会失去其他候选人有机会当选 我可以多次选择同一个候选人吗 你可以 但是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选举结果 这样对他们没有任何帮助 因为这是重复排名 这样做就是排一个人的意思 选举局只会算你排最高的选择 所以RCV不是五张选票 我们还是投一张票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最喜欢的候选人没有当选 我们的选票可以转移到其他的候选人 最后如果我有第二个选择 这会不会妨碍我最喜欢的候选人 不 只有在你最喜欢的候选人被淘汰时 选举局才会把你的选票转移到排名第二的候选人 等等 所以现在有 大家有任何问题吗 那OK 那刚刚侯小姐已经说了 那现在欢迎大家提问 那这边首先有一个问题 有人就提出说 他说他必须对所有五个候选人都进行排名吗 你不必 你可以最多排五个候选人 所以你可以排一位两位三位四位等等 那么这边有第二个问题 他说如果我对五个候选人进行排名 会被计算为五张选票吗 不是 所以RCV不是五张票 你还是投一张票 但是现在如果你最喜欢的候选人被淘汰 你的选票可以转移到其他的候选人 所以不是五张票 好的 那这边有人问了 这个问题 他说 我如何投票给志田候选人 所以如果你看在这里 每个职位的后面 所以最后面你看到right in 所以可以志田在这里 所以每个职位 你可以在最后这里 选你想要投的候选人 然后可以说 你想要投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好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 我可以多次对我最喜欢的候选人进行排名吗 你可以 但是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选举结果 因为这样做就是跟排一个人的意思 好的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 如果我的选票出错了 那么投票机会告诉我吗 那么投票机会告诉我吗 对 如果你有错误 投票机会告诉你 还有你可以 你有三次重新填你的投票 好的 谢谢 那接下来还有其他人要提问吗 好的 好的 我暂时没有看到新的问题 OK 所以就总结一下 这是RCV的重点 所以从2021年开始 纽约市选民可以选择在市长 区长 公共议政员 省记长和市议员的初选 和特别选举中排最多五位候选人 选民也可以只为一位候选人投票 但是RCV的好处是 现在选民不必担心浪费选票 不小心帮助选出我们不支持的人 分票的风险 有的候选人不到超过50%的选票就当选 所以这是我们的连续方式 可以发在最后框里 在这里就结束吧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Erica今天晚上分享的所有信息 并感谢大家对优先排序投票感兴趣 并参与和关注 我们希望您可以制定一个六月的投票计划 并帮助向其他人宣传优先排序投票 以及六月二十二日的初选的重要性 那有关优先排序投票和其他投票资源等更多信息 以及观看本次网络研讨会的视频回放 请访问我们的青年会的网站 那我也发在聊聊天里面了 聊天对话框里面 好的 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谢 参与 谢谢 谢谢 谢谢